台灣是很多隱形的富豪 他很多錢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十幾年前 2006年的時候 台中 中部有一個電玩大亨 他很愛拍 有一天他收到澳門 澳門賭場 普京賭場 掛一個邀請客給他 要掛這個邀請客給你的人 是要有頭有臉的 要有身分 有地位 你才有辦法收到 因為普京賭場的時候 一直一國會邀請像台灣 香港 日本 菲律賓 周遭的一些國家 一些比較有身分地位 要邀請你來這裡 擲三天 但是你一定要有五億台幣 我們說是五億台幣 這些邀請客人 到澳門的時候 那些邀請客人家常生的 一家一家吃起來 吃起來的時候 安排大 大後第二天就開始擲 他以後開始 贏了兩年以後沒多久 他好像不知道 心裡好像一直賣平安 你知道嗎 從開始就開始一直輸輸輸輸輸 早期的五億 早期的五億 輸了 後面還欠四億 還有十億 賭場的人 留在亂金點的飯店 他說你去想辦法 看是要叫人來賭書 還是要叫人來 翻證來拿錢幫人 他那時候想到 中部 我哪有一個角落桌子 那個角落桌子 怎麼很有錢 知道說他在這裡賭場有股份在 他早就集電給他 集電給他 等於這個老桌子 我哪有 真公義氣 因為他們都實在 從他背去澳門 背去澳門 從他簽一張照照 我給你拍 這次我給你拍 這次我給你拍 人就帶回來了 但這件事 他在暖進澳門的時候 他在暖進澳門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消息什麼 傳回到台灣 你知道嗎 傳回到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警方發現這件事 想說奇怪 他為什麼要帶五億的人家去兵勝 是倒在用地下輝對 但是那時候地下輝對 沒有 沒說那樣純金也說這麼先進 所以那時候 警察就等於他回來 回來的時候要給他傳喚 他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警方成立一個清流專案 清流專案 要查他的資金往來就對了 回來傳喚 去台中市警察局的時候 你這個五億是怎麼體格 他說 我來用台灣本票 我台灣銀行的本票 我帶他去那裡 去那裡 我拿台灣本票 他們有認證啊 輸他到要他要怎樣 那是他們的事啊 對不對 後面這四億 後面這四億的時候 他回來 我怎麼一回來 第二天 這四億就是 那個大哥 台中那個大哥 就都入了 結果警方就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跨國集團的炸毒案 是不是跨國集團的炸毒案 把設計去澳門嘛 設計去澳門 把設計 你知道澳門 不管是澳門香港就對了 那在拔壞叫的 在尖叫的 都很厲害 尖叫尖叫 讓你看到出來 所以 那時候就警察就懷疑了 但是潮污實據 潮污實據要怎樣 之後 把這個電源大廠 依錫前方制法散 你就知道這個問題絕對破壞的東西 就知道了